《黄鹤》 一直走过来 每个人就这么看着 《黄鹤》这首曲子 它有一个很深远的影响 劳动人民在期盼丰收 在多种希望 我叫袁佳 我来自北京舞蹈圈 猪肉民主民间舞系 我是一名教师 5、6、7、8、退 退退,原地,原地,原地 五、退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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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火鼓入了我们中华民族 然后我们 怎样弯强不息的 从武到武的一个分断过程 民间舞 因为我们是来与民间的 我们一切的东西都是 从劳动人民的 它的情感,它的这种生活场景 当中来的 它应该是离百姓 离乡土最近的一种形式 就是我们大致的把它分为了四个内容 第一个内容是祭祀的祭祷 天地人的这种形式来祭祷我们的希望 能够平安 能够就是繁荣 对 第二个乐章 那个字叫更 更重的更 主要是表现我们在奋斗 我们在播种希望 第三个乐章叫 就是孕育的孕育 你总归是播种了以后 你需要呵护它 孕育它 就对待我们 这个人类也好 民族也好 这个繁衍也是这样的 它需要孕育 第四个乐章中 主要是表现丰收的场景 这个丰 就是最后的结果 是所有人在前面铺垫了这么多以后 所期盼的 所期予的那个结果 所以大家尽情的在台上 挥洒着自己丰收的那一刻 你想表达的情人 和音乐是完全的在一起 少一个圈 少一个圈 对你跑 走 一 二 三 跑 五 六 对 看了没有 这次来这边教科对于我来说 是一次极其神奇的一个旅程 从我的了解他们有建筑师 有行为医生 宠物护士 大学生还有孩子 他们在有自己的工作的情况下 还在进行我们的排练 那是这群所谓的 其实是非职业的舞者 但是我觉得他们身上具备着 很多职业舞者不具备的 确实是热爱舞蹈 没有任何的说报以什么样的目的 我来到这儿了 越单纯 反倒越容易干这件事情 中国观看 了解自己的祖先 了解自己的民族 这三个人 这三个人 接地起来 中国民族民间舞 它并不是中国 它是世界的 中国人 攻准这些民族 内附近楼 你当时都没有忍愿 想を想去 几十几道瓦铃 几十几字穿 几十几字穿梢 几十几根根 几十几个扫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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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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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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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